先生女士们,大家好。 此刻,我行驶在三亚的高速公路上。 今天,要带你们去一个神秘的地方, 槟榔庄园。 从营地出发,大约需要一小时的车程。 路两边是海南特有的热带树木,四季长青。 通往槟榔山庄的路,最后一段需要穿过一个小山村。 据说,这个村子里只有十几户人家, 依然保持原始、淳朴的生活方式。 窄窄的乡间小路, 驾驶着这辆接近六米长的全尺寸皮卡, 犹如行走在童话世界里。 我的车太宽, 只能容下一辆车通行。 如果有来车,需要提前避让。 清醒的是,路上的车很少。 路两边的槟榔树变得多了起来。 槟榔是海南人特别喜欢的, 就像很多人喜欢香烟一样。 槟榔的实用很讲究, 我试了一次, 还是不太习惯它的味道。 快到庄园的时候, 看到对面有来车, 我主动把车倒在空地上, 司机友好的挥手之一。 比预计的时间晚了一些, 停好车准备出发时, 眼前的一幕让人觉得温暖。 一头小牛出现在我的眼前。 一条很窄的小路, 通往庄园的山顶。 由于时间的关系, 这次不能登顶了。 据槟榔庄园主人的介绍, 它最大限度地保留了山地的原始风貌, 没有施肥和喷洒农药。 我想, 这样长出来的槟榔一定很健康吧。 科普一下, 槟榔树高十多米, 是重要的中药材, 有很好的行水化湿作用。 据说槟榔是乾隆皇帝的一生挚爱。 天很快就黑了下来。 在黑暗狭窄的环境中倒车, 有些困难。 后轮掉进了沟里, 索性油精出现。 温暖结结束了。 我们只贩卖浪漫与美好记忆。 我是欧二, 我们下集再见。